哈喽今天是2024年2月26日星期一 欢迎来到美股听天说 大家好我是FX68财经集团金融分析师陈魏 美国股市周一小幅回调 本周除了美联储最为青睐的通胀指标 PC物价指数以外 还令人会有所担心的是 至少有10位美联储的官员 都会在本周密集的发表讲话 考虑到近期美联储官员的态度趋势 这些讲话中 大体还是会继续给降息降温 从而给股市带来一定的压力 个股方面今天想来看的是 盘后公布财报的Unity 先看股价 盘后的财报公布后 Unity的股价大幅下跌 跌幅一度扩大到了15%以上 看得出这份财报带来的利空影响 还是很明显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细节 光看表现数据似乎还是不错的 第四季度的收入增长了35% 达到了6.09亿美元 不过这里面有一个细节需要小心 那就是收入里面包括了和VEDA终止协议 额外产生的9900万美元 那如果我们去除掉这种不会持续的情况呢 也就意味着实际的真正运营业务的收入呢 是接近5.1亿美元 这样的话收入的同比增幅呢 实际上只有13% 环比呢则是七个季度以来第一次下降 不起第三季度的5.44亿美元 那加上之前收入增速的大幅下降 可以说这次的收入表现是相当让人失望的 尤其是在一家科技公司还没有实现盈利的时候 实际的收入打破了连续加速增长的趋势呢 并出现环比的下降 这对于投资者的信心呢就有很大的打击了 另一方面就是对于第一季度的预期 UNITY预计啊所谓的战略投资组合 第一季度的将只有4.15亿至4.2亿美元 这是排除了一部分的业务组合 只会归纳那些对于公司未来收入增长 有持续推动意义的业务收入 因此呢这样的预期自然会远远低于 市场普遍预期的5.34亿美元 那你要说UNITY的这种说法通不通呢 这当然是说得通的 但如果换个角度来理解 也容易被人们所解读为 公司是不是在装饰一下疲软的收入前景 因而呢给收入前景换个说法 这就会产生和不发前景预期一样的利空效果 另外呢还有两个利空的地方 一个就是市场普遍寄予希望的 是随着苹果Vision Pro头显设备在今年初的上市 去年第四季度作为内容开发的工具平台 UNITY的业绩表现上应该能够看到不错的起色 但这次的财报中呢不仅没看出什么起色 对于第一季度的预期也是相当的疲软 相信这样的局面是更加令人失望的 我觉得不仅会给UNITY的股价带来打击 给苹果公司的股价呢 可能也会带来些许的牵连 还有一个利空呢 就是在1月份开始 针对满足条件的企业和专业版的用户呢 UNITY将会实施新的收费模式 这之前呢争议很大 因此呢现在才改成了只针对部分达到规模的 企业和专业版的用户 那如果效果好 当然有可能会带来更好的利润表现 但如果出现差池的话 一旦导致用户大量流失的话 给收入前景呢就会带来更大的风险了 这一点呢从收入前景预期中 就能够看到了一些前兆 所以综合来看 这次的财报确实利空 这也会影响到UNITY的估值潜力 目前的合理股价 我觉得要从之前的37美元 下台到33美元附近呢 是比较合理的 那经过了股价大跌后 目前唯一能够给他们股价带来支撑的 就只有盈利前景了 而这次盈利怎么样呢 即便排除刚刚提到的VEDA协议 贡献的临时的1.02亿美元的EBITDA利润 第四季度 他们的EBITDA利润呢 也有8400万美元 和去年同期的2100万美元相比 是翻了四倍 虽然说亏损呢依然存在 但EBITDA利润呢 是实现实际利润的第一步 那如果再加上现金流持续保持正值 虽然说新的收费模式 就算会影响到收入 但还是有机会呢改善盈利 这令人们呢 依然可以期待UNITY的股价表现 不过短线来说啊 这次的财报冲击呢 可能很难迅速的消化 尤其是技术面 在大约31美元的位置 没能够守住的话 那短线接下去 需要重点关注的 就是24美元附近的支撑效果了 如果这里也守不住的话 甚至有可能会打开 下看14.54美元的 进一步的大跌空间 那如果守住 倒是又会展现出新的投资机会了 那明天呢 在经济数据方面 我们可以关注一下美国的耐用品订单 美国资商会的消费者信心指数 以及的美国石油学会 API即将公布的原油库存报告 另外在央行方面 我们除了可以关注一下新西兰联储的利率决议以外 还可以留意一下美联储理事巴尔明天将会发表的讲话 而在财报方面呢 明天可以关注一下挪威油轮 劳士 美希百货 德文能源 Rocket Lab Splunk 还有就是Redfin 另外就是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频道会员 进享更有深度的会员专享内容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 感谢收看FX18的节目 更多资讯的请在苹果商店 或者Google Play商店 下载FX18财经APP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麻烦订阅点赞和转发 同时还可以打开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及时了解市场动态 第一时间获取更新通知 谢谢大家 我们明天再见 谢谢大家